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观看我们为您转播的第18届押运会 男子篮球的半决赛中国南篮对阵中国台北南篮 现在看到的这是中国台北南篮的主教练 查尔斯亨利 现在赛前队球队在进行一下鼓舞 查尔斯亨利 帕克已经70岁高龄 这次把中国台北队带到了半决赛的高度 也算是实现了他 超合实现了他原来的计划 自己也觉得非常满意 包括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击败叙利亚之后 也鼓舞了球队 希望球队能够再接再令 当然今天击败他们杀进第18届押运会决赛 是中国南篮的目标 这是刘征 刘征是在CBA的浙江广沙效力 还参加了上赛季的总决赛 中国台北队是派上了9号陈英俊 5号刘征 这两位都是在CBA效力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5号陈冠权 21号简浩 另外还有8号周博晨 后面这三位呢都是在SBA效力 中央队这边派上的是周琪王志林双塔出战先发 要务必在内线取得优势 另外三个是丁雁宇航 刘志轩和孙明辉 好 现在比赛开始 周琪看来球战欲望很强 上来这球拨得很远 倒是让中国台北拿到机会 破 简浩是这支中国台北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 他今天已经33岁了 混血儿 投的倒是非常坚决 中国台北还是要坚持打自己的节奏 特别是从内线制造更多的机会 看这边小丁 接到周琪 周琪有三分篮 第一下没有中 中国台北打得很明确 手转弓 速度很快 直接快下 丁雁宏 好球 中南篮子是有快攻坚决打快攻 不等内线过来落位 丁雁宏这球把握也确实 效率很高 打进下加法 我这次落地 还是注意一下自己膝盖 我这次的亚运会 虽然说是只打了三场球 但一直是在和自己的牺牲 来纠结着 场均10.3分 正负值是整个中国南篮的第二高的15.3 打球没有中 但是周琪拿到一个前场篮板 判断比较准确 对方显然是对中国队派出双塔阵容有所准备 也有所忌惮 防绕前包括努力把两个大个推离三秒区 做的还是比较坚决 中国队还是要灵活地去想办法 天忆豪 天忆豪 被球被对方防下来 漂亮的盖棒 王正林追防成功 这次呢亚运会三场球 王正林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内线 攻防两端的表现 都是可拳可点 打哈特克斯坦那一场是 被主角恋李南批评了 那场把问题想简单了 陈冠权三分球不中 王哲林突然被转身 好球 今天打得非常坚决 包括他在判断陈冠权 防他的位置和空间 因为陈冠权往上扑 老想绕前去防给王哲林的传球 这样底线这边会露得非常多 在周博晨 过来加击之前 好球 孙明辉 中队显然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尽管双打在场上 但是外线球员该快 该坚决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三万球都保证的不错 不能说 又一个反击有效 又一个反击有效 再次赤立 赤立 赤立 上前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前 伊朗队是大比分战胜了韩国 他们将在总决赛等着我们 看究竟谁能够 拿到这次亚运会南篮的冠军 但是中南篮要先击败中国台北 周琪的机会 高位掩护 这一次王志连应该是想要 在腰位做侧影给到陈底 他以为会提上来的孙明辉 或者以为要能够往下沉一沉的丢院宇航 结果俩人都没动 其实对于周琪和王哲林来说 中锋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身高臂展的优势 你能不能发挥侧影的优势 把自己这三个队友串联起来 给他们制造更多的机会 是突破 是投篮 这是留给中国南篮新的课题 说话间又抢断一个 刘志轩给到丁业玉航 好球 11比3 中国台北叫了暂停 打到现在 中国台南是顺风顺水 很顺畅 包括从防守保证篮板 内线有优势 不是说内线一定要得多么多的分 而是他真正能形成牵制之后 把球传导开 刘志轩在这个阵容当中 继续发挥着自己万能胶 多面手的作用 防守 传导球 串联 好吗 伤害 我们对外边进来 伤害 我們准备 分开 然后 离开 然后 打扰 准备 然后 八球 都不要给人家抢 栏目 就要 我们 五个人 八个枪 我们八个枪 你 guys are boxing out, this guy gets in the mix Let's go T4 Let's go back to this tournament Let's go back to this tournament The team has expanded the entire game The team has pushed over half the game The team has pushed over half the game The team has asked for the team The team has asked for the team But the team should be careful To prevent the tournament The team is keeping up at the end The team has pushed over half years The team is still working The team is keeping up at the end You guys do it You've seen another team You've seen another team That's because they are calling the team You've seen another team You've seen another team 球员也都是非常熟悉了 包括刚才追这个界外球的简浩 简浩也在过去短暂的效力过江苏南刚 现在场上换人 把陈冠权换下 15号陈冠权 下场替上的是10号胡隆帽 胡隆帽也是CBA的球员 下赛季 那他应该是去往龙狮效力 跟陈阳俊当队友了 现在是福建队的队员 是王哲林的队友 周琪又一次尝试头三分不中 防守的威奢力确实很大 给到简浩 简浩今天命中两个三分球 那其实对于中国南篮来说 不光是眼前的中国台北 还有在决赛当中的伊朗 伊朗在半球赛当中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战术素养 包括还有出色的内线 他打敌这个我们怎么来对付 对方有一次反击 失误有点 过于放松了 这时候 呼隆帽是绕前防王哲林 打进 他和王哲林互相之间应该是非常了解 因为王哲林呢 是纯五号位 原来在跟他搭档的时候 呼隆帽应该是打四号位 夹击 现在中国台北倒是很凶狠的夹击了 但因为 大王已经打出来了 他很自信现在 特别是对可能对比较熟悉的对手吧 下阀不中 对方迅速 打过半场 没有罚中的这样 要换上的阿卜杜拉木还得等一等 对方自己一个失误 孙明辉和刘征也是队友 现在是孙明辉和刘征队位 周琪 周琪其实前面已经投了两个三分 没有中 其实可以持球往里打一打 特别是周琪他本身他有前锋的动作 给对方的内线防守再施加一些压力 对方开局到现在已经四番了 中队一次犯规没有 多造一些杀伤是有机会的 周琪下 定现宇航下 现在这个场上的阵容呢 更稳健更有活力 第五次犯规 周琪上发球线 还有经历是有机会的 沙拉木上场 注意 这时候在场上除了刘志轩以外 其他四个人是正负值 也就是场上效率值 前面比赛 中国队最高的四个 李南之道还是对这个事情挺重视的 场上的态度积极性 黄志林抢到一栏半球 看守掌弓 而且赵锐和孙明辉 是目前中国南栏的助攻数最多的 都是场均4.3次 可惜了 刘志轩换下 丁燕宇航换上 场上这五个人就是 中国南栏 前面三场比赛 正负值都上双的 看看这个阵容能打到什么样的高度 大防小 到第一脚 刘正面对赵锐的防守 丁燕宇航换上一个三分球 双方差四分 小丁本身给沙拉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球 从中的转移球 这边只给胡隆帽 因为防胡隆帽的是赵锐 赵锐是一个标准的外线球员 两个人还是很友好 打了有两个回合 把孙明辉换下 换上方硕 刘正面对赵锐的外线球员 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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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有效的手掌弓 包括传接球的这种呼应 今天王上林打的真是幸福 王之林两阀 第一阀没有受任何影响 几乎没有人占篮本位 但是还是稳稳的伏重 伏重换人 周琦再上王之林下 王志林在中国队的24分当中拿了10分 今天打得很有效率 对方场上换上换上27号黄镇 对方现在场上阵容调整比较多了 好球 天海宇航坚决往里迁 这是利用周琪做一个屏障 周琪是一幌子 周琪这次封堵也算是比较靠外 打得相对还是轻松 这个时候要注意集中注意力 做掩护之后 赵瑞炫技式的运球 三分球没有中 刘正反过来 回敬赵瑞一个 这球刘正打进 而且在运用身体对抗之后 保持身体平衡 运用得不错 李南之导叫了一次暂停 应该还是要让队员 集中注意力 同时紧张起来 不要认为说是 领先对手 十分左右 有任何的放松 其实刚才刘正这球 是挺好的一个小教训 好吧 你终住点防守 打个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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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给给了给不了 这个地方赵瑞上来的 上来传这儿 投篮突破没有了 这是今天王哲林的精彩 极紧 今天大王的在终结 进攻的方面 四投四中 强俩篮板得十分 那么 接下来内线的侧影 包括 能够保证 队员空切也好 或者持球切入也好 是不是能做点文章 因为 如果紧从纸面实力来看 我们现在应该 琢磨琢磨 伊朗的事 周琪 制造犯规 这样 葫龙帽 因为蒋浩 已经两次犯规了 那葫龙帽 第二次个人犯规 他得了四分 现在怎么会扔 显龙帽 三分 开始 十分 防对方的挡拆防得很好 脚步移动很积极 扑出来了 上线防得其实还是不错 对方渗透更主动一些 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 中国队是26比19 暂时领先中国台北 我们稍微休息 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中国队要在自己的效率 注意力 态度上再提升一些 待会见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第18届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半决赛 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的第二节比赛已经开始 第一节呢 中国队进攻端问题不大 26分是可以的 但是在刚才 节肩的时候 大家也听到李南之导在说 防守上还可以更好一些 包括注意力集中 这球是赵锐 应该是踩到界外 对方的场上也是大范围的调整 除了刘葫芦帽在场上之外 换了很多人 1号周宜祥 27号黄震 0号彭俊燕 这都非常年轻 包括还有16号林志伟 中队在篮本球 特别是前场篮本球的控制 包括网进渗透 和突破 方说 抢断反击的时候 对方犯规 打到对方腹地 包括在内外线结合上 给对方制造压力 这些中国队现在 还能做得更好一些 白队线侧 本来是阿卜杜拉姆 想来一个给周琦来一个空中接力 结果变成了自投自抢 自己给自己助攻了一次 黄军燕 转机质量 分边赵瑞不错 中队还是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 机会都 赵瑞这可不对 动作有点大 三万元抓个正着 因为呢 他是属于和林志伟 两个人胳膊脚在一起 从底线裁判这个角度来说 是看的是 应该是他带倒林志伟 这样 这是一个 委体犯规 这就是第二次个人犯规 林志伟呢 今年是26岁 效力于SBL的富邦勇士 他是属于 他是2014年的SBL的状元 选招状元 当时不过不是在富邦勇士 是被台银当时选走 也是这一批球员里的交交者 中央台北球员 这批球员相对都比较年轻 25到27岁左右 中央 pure 主要好 刘LI pan 防黄正 密研制 防得不错 直接 Eli 担下来 天玉航 hold them 高 很好的机会 好 Lily 孙允贝正面捕踩 没有中 两次都是机会 这边陈英俊 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体 顶住孙明辉把球打进 陈英俊身体对抗确实出色 当初也算是吕美 学生球员当中的优秀代表 中队队有一段时间没得分了 中队队转机攻到腹地 打小范围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人抢了满 进攻的质量 效率 看周琪解决问题 这是周琪今天第一次运动战警攻得分 防守上现在身体给对抗 前掌球 这是刚才陈英俊第一位背身打 孙明辉确实前面已经顶得非常不错 但陈英俊是有能力 陈英俊是 当年广州龙师队在CBA选秀当中的状元秀 当然那是因为那年八一弃权 给了广州龙师一机会 第一次选了陈英俊 也是个立志的典范 李丹指导刚才也是说的 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就是对方守连防 你站罚球线 你有非常优秀的大个 稳稳破他的连防 渗透 罚球线侧应 传导开 打开空间 有很多的选择 双塔阵容又回来 这次不同的是 把丁岸宇航先换来休息一下 换上六号赵太龙上 福建队的两位 这葫芦帽上没上 没上 黄志林 能不能继续高效 转换球权之后 是对手球权 这一节进攻效率 确实不高 老飘在外边头 或者绕着打 是让中国台北 满意的选择 对方打图分 24秒为例 很好的防守 中级战场拔就见了 让其他人的移动 孙明辉 算是遏制了对手的快攻 但实际上 中国队在进攻方面 仍然没有太多 可以撑到的东西 刘正 等于还了 刚才周琪三分九 各位可以想一下 第一阶中国队是得26分 等于第二阶到现在才得5分 白线测印给刘志轩 这个输 孙明辉想的很好 背传 但实际上你给周琪传球 传腰底下的传球 是难度很大 要接下来 方硕再上 把孙明辉换下 这支中国南篮呢 也确实在林初争之前 没多久 伤了主力空位 赵几伟 这样对于球队呢 影响是非常大的 赵泰龙 对方其实打的也简单 但是他强调速度 空间 外线投射 这是因为他的对抗 身高力量都不占上风 他这么打没问题 但如果你也绕着打 去比投篮 打得简单 这郑重对手下滑 王志林拿到球 可惜又失误了 对方反击再得手 只差三分了 内传内 高低位 还是不中 周琪 终于有进攻篮板 而且这一截制造 杀伤制造的也不好 现在双方够有一次反规 李南换上的丁雁宇航和赵瑞 都是善于突破 但是就不要较劲 不要打情绪球 三个突破能力强的 加上两个大个 到内线了还没打进 这球是刘征自己控制球到内线 出到内线得分 只差一分了 在第一节打得相对比较顺的情况下 第二阶中国队的进攻质量 篮光好像加了盖子 大家似乎都想一下把对手击溃 并没有做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是不行的 对方这连防 有很多破的方式 但是真的要有执行力 对方因为尝到甜头了 肯定就这么一下就守下去了 进攻时间不多了 赵世锐突破 好球 终于到内线打成一个 这好难啊 不应该是这样 利用一次掩护 陈永俊马上就攻 战云航呢 在王志林快下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传球 而是自己希望能够控球直接上篮 这一次呢 选择是没有达到效果 第二阶还剩不到两分钟 陈光年他要想杭州级还不那么容易 这时候空间倒是拉开了 考虑打一打 阿布杜莎拉姆 对方又收回来 收得很小 方硕突分 终于进了 有突破就有空间 有空间就有机会 效率 这次终于能有点斩获了 打出一个像样的配合 只是可惜这一截实在太少了 终于在这一截终于得分上双了 陈永俊 反击 现场多打手 阿布杜莎拉姆 第一节比赛 打了半节左右 对方五次犯规 这一节比赛 打到还剩32.8秒 对方才五次犯规 两节的效率 差异化 确实有点大 下场 这个 whoa 对方 Splint 打了最后 一点点的效率 两次犯规 打了最后 对方 further 正常双刹 前方要加上 暫停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正确的东西 再坚决一些 再坚持一点 有很多优势 并没有转化成胜势 这时候 队员多少背了点思想包 打得没有那么坚决 再坚持一点 T2-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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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Run some clock before You know first So use some clock Make a pass Now 好 参庭时间到之后 来看中国台北先来一次进攻 看怎么来打 高位的掩护之后 方硕 这边防 防得不错 给到电影宇航 往前推进 打得很小 非常可惜 本身中国队是推快攻反击 意识是到了 那么在南篮半决赛的中场休息时分 欢迎各位对准田径赛场 男子四升100米接力的决赛 马上开始 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看南篮的半决赛 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 待会见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关注 第18届亚运会 男子篮球的半决赛 这是中国南篮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 必须得说中国南篮在打的比较好的开局 特别是内线的王哲林 表现非常突出的前提之下 在第二节 想法过于简单 面对中国台北的联防 更多的希望以投篮 简单投篮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在命中率不高的情况下 有一段受阻 心态出现波动 第二节和对方各得11分 从中南篮来说 第一节得26分 第二节得11分 这个反差太大了 再给王哲林 好球 他确实有身高 对抗 方方面面的优势 希望看看 就是如果待会对方还守联防的话 我们怎么办 其实有很多种办法 包括大个 两个大个谁站 发球线去侧应 包括打船接 突破分球 有很多种办法 哪怕说尝试往里凿一下 尤其 拼抢不错 两个大个 好球 这边宇航直接跟进 这是很有气势的一球 现在 刚才过去这两个回合 中南打得很积极也很主动 漂亮孙明辉 利用周琪的一个掩护 周琪上线给他掩护之后 他往下走 小打大 他有脚步优势 陈冠权没有跟上 过 中南门 下半场上来呢 跟开局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是把赵瑞拿上来 这样的话呢 外线还是保持三个能突的球员 蒋浩这球伸手很快 众教队员在护球方面还要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方还是不断采取绕前干扰 总是不希望中国队内线 那么轻松的接到球发起进攻 因为内线特别是低位 王仁林今天打得又比较兴奋 一信牵制之后 还是能给中国队创造很多机会 小定点空了 打得非常合理 上半场是37对30 中国队打对手一个9比0 而且只用了两分半不到的时间 这效率就挺好 看来大家重视起来 精力足够集中 立足于拼有拼劲的情况下 并非不能打出高效率的套路 我们还是期待大家继续把这种状态 一直保持下去吧 我们要运进攻击 我们在打球,我们还没有赢了,我们还没有赢了 然后我们要回到两个比赛 快一点,如果没有时间我讲了 打边路挡针,打边路挡针 大黄上来就去待在脚上,看着 比赛继续进行,李能知道对边路挡针的要求已经非常具体了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三分线外出手17次 而两分球出手一共才19次 那就是三分球投的跟两分球快一边多了,就差两次 赵瑞防守犯规,注意动作,赵瑞确实 他场上存在攻击性非常强 这时候情绪一定要冷静 也本身机会是非常不错的 赶紧换上刘志轩 又一个盖帽成功 赶紧换上刘志轩 周琦这个拿下篮板之后不忙于处理球还是不错的 周琦这个拿下篮板之后不忙于处理球还是不错的 王莎林运球失误 但中间退防还可以 速度足够快 抢到一块去了 积极性足够 起码没有让那个球就是掉落下来 但是呢,得势还是得法 再组织 这是对方第三节进的第一个球 周琦发球线测一样 好球 这球打得多轻松啊 非常好的动作 王莎林足够积极 但是因为对方的退防速度很快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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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想把球交给陈英俊 但是中国队防守空间都到外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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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琦外线标射 再得三分 这样呢 比分差距拉开到21分 周琦这样慢慢他自己也打开了 有内有外 内外结合 他是有这个能力 对方利用掩护之后呢 中国在这边换防 反规了 这一截 但是注意看 这一截是中国队反规多 防守的动作控制 包括 防对方无球 上线掩护 怎么个防法 还是得有点策略 但是呢 比起第二截来说 起码斗志上 态度上 还专注很多 这是唐龙帽想玩一小计量 下他没给事儿 主方连防 很好的机会 其实这球要说周琦 吸引牵制之后 转移球给到丁岸宇航这还挺好 这是刚才孙明辉动作太大了 换上阿卜杜拉木 把王哲林换下 今天王哲林进攻端的表现 确实可圈可点 刘正自己是无奈地笑了 这要想越过周琦太难了 也不是说你打策略 或者是套路的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南篮来说 就这么进了决赛之后 这次亚远会南篮比赛 最好的两个大中锋 新一代的周琦和老一代的哈达迪 将在场上正面对话 这次刘正突然杀一回马枪 和刘志轩这也算是 CBA总决赛里的老对手了 互相都非常了解 刘正本身是有能力的球员 对方扩大到全场 压回半场还是联防 这球不错 有切入 丁燕宇航能往进突一下 无球 过来之后再持球往里切 你多打几个这样的突破 其实对方他的防守阵形会松动 双方二十分球的差距 下段球成功 反击得手 丁燕宇航能往进敌 李丹知道 还是主伙刘志轩 重点找陈英俊 因为陈英俊肯定是 中国台北队的场上发动机 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意识 还是突破 田内线 周琦这儿又空了 再进三分 25分分差 今天现场呢 因为 今天呢 篮球比赛 是从原来的预赛馆 到决赛馆这个场馆 此前是亚运会的 羽毛球比赛的场馆 直接一大帽扇出 刘正香减漏都没有成功 今天裁判队这个篮下缠斗 吹得还比较松 不过这一截啊 中国队犯规数已经犯到五次了 现在是阿卜杜萨拉木战伐销线 这阿卜杜萨拉木这空歇意识很不错 好球 现在中国队进攻上打得非常主动了 你主要还是有突破有渗透 而且 内线真往内线里站了 灯塔一样的升高 不去起到牵制 串联 侧应的作用 哪能有威胁呢 是吧 周琪防出来 但是这个无所谓了 加上这三分 对方这一截才得十分 中国队都25分了 十分钟一截的比赛 25分算是进攻效率很好了 另一截 急停跳投 周琪 阿卜杜萨拉木有点着急 今天呢 是属于阿卜杜萨拉木 赛会打到目前为止状态不太好的一场比赛 前面拼音哥效率非常好 而且非常稳定 但是今天阿渡沙拉木仅有一次犯规 犯规数并不多 对方不守联防了 这一截被忠家破的是一点不守 阿渡沙拉木 好球 处理这个球打得还是非常耐心 最后得可以稳住大节奏把时间用光 这一截打得非常好 仅仅让对手得12分 自己这边是29分 而且有机会呢单截突破30分 突破分球 刘志轩3分 命中 32分对12分 这一截完全打出了气势 也做了正确的选择 基本上一截算是把 悬念打没了 第四截只要稳定发挥 问题应该不大 那么 可以稍微想一想 决赛如何和老对手 已经开始做更新换代的一两队 来对话了 好 收拾游戏再回来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由我们为您转播的第18届亚运会 男子篮球半决赛 周琦22分16篮板 两盖帽 内线是绝对的优势 今天周琦拿到这个技术统计 王哲林是14分 六篮板 也有一次盖帽 第四截开始 中队是周琦 刘志轩 田宇祥上 田宇祥和方硕搭档后场 给替补一些机会 为决赛再做准备 今天特别是第三截了 打来确实主动 其实对伊朗呢 伊朗现在打球非常油 而且他们面对韩国队 他们从始至终意志着 韩国队的共手转换 包括我让拉特里夫 也就是罗建儿 一个人取得高多分 限制你三分球 这些临场策略 都执行得非常对头 也非常有效率 那么对待他们 中国队能不能打出 快节奏的攻防转换 能够让他们的体力出问题 包括内线怎么打 周琦的外线命中率 是不是在面对哈达迪的时候 依旧有效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事情 我相信中国南篮的教练组 也会去开始考虑 这些筹划这些东西 今天呢到目前为止 中国南篮是除了内线的 董汉林和郁长栋没有上 其余人都上了 王哲林再回来 及时 Gay 载软上阔锁线 莫龙帽也算是 中国台北当初高中生球员优秀的代表 当初他代表松山高中 是连续两年击败了陈英俊的能人家生 这两支球队应该熟悉高中联赛的青少年朋友 也比较熟悉这两支球队 中队罗振蒂 让周琪下去休息一下 打得有一点尖色 阿布图沙拉姆 放束 可惜呀这球 王哲林犯规了 对方上场的是14号蒋玉安 蒋玉安今年27岁 1米74 身高不高重心低 打手转弓 这速度非常快 天宇强又一侧 这是三侧了 中共队第四节 状态并不集中 进攻的也打得尖色 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特别没必要跟对手斗气 任何位 打得尖色 Для confronted 自作人的 主持人 两次 翊云执 冲队场上的组合还是要打出效率 曼智琳并没有急于去攻 对方对持球人田宇祥这边持球压力给的非常大 布隆帽 直接无球跟进 方硕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持球往里突破制造杀伤 对方现在只犯了一次规 天宇祥的试炼结束了 把孙明慧又换上来 这样的中国南方红队所带的三个空位 就是角色是空位的 三个人全在场上 王志林打5号位 阿布图沙拉姆打4号位 防得不错 这个阵容外线在脚步移动上 在空间上 按说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劣势 包括在对抗上 因为中国台北他的身高确实是比较矮 对抗也没有那么出色 像赵锐这种都可以去扮演一个边风的角色 方硕 急停跳投 不重 看退防 少防多 防得不错 检浩 他认为裁判是应该吹罚中国队退防犯规 挑衅裁判 这位吹了一次技术犯规 放手第一发命中 李南指导呢 在赛前我们在观看韩国和伊朗的比赛的时候 也对伊朗的整个阵容组合 包括哈达迪在阵容当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这支伊朗队 他的阵容成熟程度 确实都是有足够的重视 也在思考 当然他在这场比赛赛前 肯定所有注意力还都是在中国台北身上 布隆帽 反击又被阿布图沙拉姆防下来 迅速的手掌弓 机会 好球 王者林 今天 中国南篮双塔确实表现不错 阿布图沙拉姆 防之林也奔着20分去了 他现在18分8个篮板 但是周琦在第三节的表现确实非常高效 这又是一个暂停的时段 防之林呢今天是11中8 因为他呢全部都是打到篮下去 效率是确实比较高 第四节双方是7比6 看一看暂停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还要打到篮下去 有没有猜 tears 有 lowered身边而言 这种口才有没放活 floor不高调 说一些白鸠正的 inar 实际 法学人 记得一ся 那么多 看到 对 还是 找 review 苦 ifies 好 暂停过后 董汉林上 董汉林和于长洞上 这样的话 中国队的所有运动员 今天是都已经出场亮相 得分是集中在周琪 王哲林 丁岸宇航这三个人身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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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汉林在布放刘征的时候犯规 刘征因为确实在CBA当中是非常有经验 他也非常了解中国男的这些队员 有他的联赛的队友也有队手 所以他在这个场上算是中国台北最游刃 今天最游刃有余的一个 陈英俊是发动机没有错 但是陈英俊由于他自己的伤病 他错过了一段赛季 而且他这边呢 李南指导很明确 给予他重点的盯防 所以呢 他倒是没怎么发挥 刘征的还是一个进攻的这个中节点 陈英俊是发起点 漂亮 赵锐的空切 球是给的很好 对方呢 又是一次反击打过来 这次是于长洞犯规 刘征又是刘征 刘征这一点上呢 确实他的效率非常高 而且呢 也算是比较集中 进攻都从他这儿终结 刘征今天已经得到了19分 另外呢 葫芦帽是得到13分 两个人算是 目前中国台北队呢 进攻端就是终结点上 比较有效的两个终结点 比赛呢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 就要结束了 悬念上来讲 中国对伊朗 在这个第十八届 亚运会的南篮决赛当中相逢 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可能有很多的观众 这时候都在想 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伊朗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在整个宴会呢 这之前是18分 今天被限制到只有6分 我们这防守的重点 非常明确 中国台北队在小组赛当中 取得了四胜的 三胜的佳绩 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淘汰叙利亚 南篮这边 应该是中国台北和韩国 去争夺第三名 决赛会再给董汉林 这球 护球 这方又是反击 还是给刘正 就给刘正一轮吧 刘正这两次反击 加一次三分 三分之一也是一个反击 转移球方硕 转移球不错 董汉林打到篮下去 传对角 再倒一下球 利用球的传导 自己这边找机会 这打的确实是很主动 而且董汉林慢慢慢慢 他也就冷定下来 杨军是 缓开孙明辉 中队慢慢地把节奏看看稳住 时间所剩不是很多 好 李南知道 还是要把田宇翔再派上场 继续历练 于长栋好球 因为于长栋本身在联赛当中 他有投射的能力 上一场比赛多少 对方这边又是刘正 刘正包揽了对方 这一段追击反击时候的 几乎全部得分 只有一个是陈英俊 单打孙明辉得的分数 其余全部是刘正得的 他在CBA当中还真是历练了不少 面对着中国南篮这上场的各位队员 他确实都熟悉 中队走马换将 赵太龙上 孙明辉和赵锐都换下 赵太龙 田宇翔 方硕 董汉林 以及于长栋 比赵太龙 赵太龙 孙明辉了 非常适量 平凯 赵锐 可能赵锐 在他的赵锐 现在是四番 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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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离开了场地 是不是有用了 外伤啊 目前还不太知情 对方呢 现在周博晨 周一祥 周一祥呢 是转会到新疆广会 这样的话 他和于昌栋 阿布图沙拉木 都算是队友 中国台北的球员 确实在CV当中得到的 历练是他们在SBL当中 没有办法去得到的 怎么说啊 好像一个猎切 但是正好闪开对手防守 前场球 但进攻时间只有五秒钟了 进攻时间确实不多 所以陈宇翔其实出手还是有点急了 确乏经验 陈宇翔对位陈英俊 他并没有能够像刘志圈那样 很好的限制陈英俊 陈宇翔是在高中毕业之后 前往美国去上到NCA的二级学校 贝尔蒙特 然后又去到佛吉尼亚自由大学 打了一年的NCA的一级联赛 但是呢始终是没有得到 到最后是没有得到 教练的信任 漂亮 赵太龙也有掌握 像今天呢 除了天宇翔和董汉林 其余的球员都有进账 汉林又抢断一个 最后两分钟 赵太龙 本次亚运会的南篮的决赛将在北京时间的9月1号进行 这一天开学 对于中国南篮来说 对于大家更熟悉红队这个名字吧 这算是一个中考吧 算一个小杰一样的比赛 中国南篮女篮5对5这个团队的领队姚明 也是一直跟随着两支球队 一是独战 其实更多的 他还起到一个球探的作用 他基本上呢 今天一天全部泡在球场 也到现在也没吃饭 这球太大意了 陈英俊现在还保有着那种 对每一个球寸土必争 每球必争那种拼劲 他并没有放弃 我教你党拆 你这么老远党拆绕着人 能拖过去吗 加速往里走啊 我协防这一打一 你那个人投了几个来 过来协防啊 你那个人投了几个来啊 如果测试防守啊怎么 你不能一打到这时候 你能知道还是多少有些着急 特别是对替补球员 因为在决赛的时候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在现场呢 犯规的统计上没有显示 应该赵瑞士两次围体 被驱逐出场了 我们在这个角度 也看得不是很斟酌 这个也向观众自己歉意 所以到今天为止 中国南篮四场比赛 那每场都有一个被罚出去的 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 然后还能够着 他们在决定的阴范里会 振主 好 登场 嗯 可以 可以 就 一会儿 全场比赛还有四十多秒钟结束 陈冠权是个人第四次犯规 在决赛当中 攻转手手转弓包括动作的尺度 熟悉适应裁判员判罚的尺度 什么是面对伊朗的优势 什么又是我们应该去回避的劣势 这个确实还是值得中国南兰 好好的去思考和调整 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悬念了 现场的观众正在有序的离场 中国台北还是叫了一次暂停 日本人看见了 放松中 50歲 的美國級教練員 成爾斯·亨利帕克到真是負責任 即使到這個時候還有43.2秒 已经落后23分了 还是要跟球员把 接下来怎么执行战术讲清楚 看来他们对三四名 那比赛还是有一定的规予 比赛继续进行 其实李南之导也是一样 就是约到这个时候 约不应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刘正 这球被赵太龙破坏 好 运过前场 帮着这边把节奏控制住 跟对手机长致意 这样的话比赛结束 中国男篮是86比63 23分的优势战胜了中国台北 取得了决赛权 我们现在9月1号 决赛当中中国男女篮 分别面对韩国和伊朗 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 取得更好的成绩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对第18届押运会 南篮半决赛的转播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是由于家为您解说评数的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对第18届押运会的 其余比赛的转播 再见 请不吝点赛